关注达芬奇专业解盘位 我们圈子收费群交的什么的 我们经验分享圈子交什么的 就教大家能够看得出来 现在11点17八分 现在是向上的一个变盘点 我们来看到目前 目前这个指数走发展到现在什么情况 基隆板块早上呢 都是有大力的大力的一个助推指数 在助推过程之中的话 指数表现还是整体比较冷淡 然后声势的话还 对吧还往下比较坚定的再往下调 所以早上妻子港股金融三傻 一起配合之下指数量呢 也只是看看跟昨天打个平手 所以现在全市场的多头的积极度来说 真的是很差 就它的表现确实是很差 但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呢 问题是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熬一熬号一号就上去了 但这个地方因为市场涨得慢 市场拉得不爽 所以的话 害怕市场再跌 然后去卖票的话会很不合算 当然大家以自己观点为准 我们不做任何的交易进 然后呢我们看金融板块呢 多多少少都有一波调整 多多少少都调整 回落幅度根据强度不同 券商调整的比较多 回调到临州位置附近去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绅士的话调整的比较多 创业版绅士调整比较多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录视频呢 也就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的话 对调整来讲呢 有一个止跌效果 它前面都是保持着一个正当姿态 所以调整结束不了 现在呢终于有止跌的机会了 大家看它多头能不能把握足啊 当然现在多头表现都很差 很容易在买顶的时候稍微反复一下 再拉起来 然后呢这是现在盘面啊 还有一个表现比较更加离谱的 就今天大家全天看下来 黄线一直在上 然后红盘加数一度超3000只 红利盘加数一直占据优势 但今天平均股价呢 一直都是绿的 平均股价一直都是绿的 看一下 平均股价全天都是绿的 全天都是绿的 一直在绿盘的一个微幅波动 所以今天这个盘面呢 还是比较的 还是比较的沉闷啊 市场呢 还是在保持着慢慢悠悠的正当转身 没有任何的激烈的这个进攻动作 然后希望它转着转着 希望后面多头能努力吧 希望后面多头能努力吧 那目前吧总归还是在转的过程之中啊 后来黄曼MACD也在往上运行啊 柱状头往上缩啊 就是多头进攻一点都不积极啊 多头进攻一点都不积极啊 哎呦 这个地方本身有一分钟买点的 他还跳水啊 他用跳水方式去破坏这一分钟买点 嗯 估计刚才我们在讲的时候啊 多头一分钟不动手 对吧 该买不买 又是这种该买不买 那你该买不买吗 空方给你机会 你该买不买吗 空方再砸你一下试试看啊 但市场这个地方能砸下来吗 砸不下来的啊 砸不下来的 在这个位置啊 没有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没有什么在做空的余地和空间啊 所以反复一下 啊 就就多头引发 多头太弱引发反复吗 多头该拉不拉 然后呢 反而被空头砸一把 然后空头往下 又砸不动 又砸不下去 还是得拉啊 目前 所以这这一阶段啊 市场就一直是这个姿态 然后呢 导致盘中就变成了反复拉举 反复拉举 啊 那我们说这个市场 它这种状态呢 它不是真正的落 啊 我们认为多头在这个地方表现的很保守 不是真正的落啊 不是真正以上的落啊 比方说你看现在 他刚才这个一分钟该拉不拉 他是不是又骗到一波 又骗到一波砸盘的 又骗到一波砸盘的 那这波筹码砸出来 你说砸给谁了 谁砸谁 对啊 嗯 这波 稍微引导一下 很多散户会 啊 感觉实在拉不动了 又往下破碍了 它就卖出来 啊 现在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就感觉就是在反复的用这种这种小幅度的啊 这种这种方式反反复复的就能弄一点筹码就能扣一点筹码就扣一点筹码就这个状态啊 然后现在中午啊 股票把骗廉价价筹码那能骗一点撕一点所以现在现在市场就这样啊 但还是强调啊 就多头表现的很弱这是他的表现 但表现不一定是表现不一定是他的真实的能力反应啊 他多头在这里可以成兵不动啊 我就派几个伺候陪女儿 对吧 所以你看到的你看到的敌方部队就那么小猫两三只 但其实大部队都在后面树林里藏着 你赶过来你试试 对吧 把你们 对吧 把空头通通掉树上 对吧 倒着掉 对吧 倒着掉啊 所以的话 目前盘面就这样子 所以先耗着啊 先耗着啊 但我我看这个局面 我认为多头已经赢了 但但但现状呢 是先耗着啊 然后也不要着急 你着急让他涨吗 你容易心态被他搞崩了 你就陪他耗 就把这种呢 你到底能耗几天啊 陪他耗的这个心态慢慢看啊 耗着耗着你发现可能就三千点了 耗着耗着就三千一了 耗着耗着三千四了 然后等到别人又都开始兴奋往里冲的时候呢 你自己冷静冷静 考虑要不要退啊 要不要往后撤啊 现在呢 是现在呢 是所有人都很谨慎 所有人都很害怕 对吧 一谈就聊风险意识 对吧 有个求风险意识啊 对吧 嗯 对吧 从这个 从这个 对吧 从这个 三月下旬 四月中旬 对吧 这个这个地方有个双底盘整 然后拉到这个五月初的时候 对吧 快速拉升 拉到五月初 对吧 只收创新高的时候 你的风险意识在哪里啊 跌下来之后风险意识 你的风险 所以这个群体性的风险意识怎么样 是被人给引导出来的 被人给砸出来的 砸的全市场都有 都知道股票啊 做股票要小心风险 要谨慎 不谨慎就赔钱 所有人都被 这个教训 对吧 都被大尔巴子抽出来的 这个教训 啊 那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被抽的 满嘴 对吧 满嘴谨慎的时候 他还会是风险吗 大家自己考虑啊 啊 那现在对吧 这种这种状态呢 我们称现在股民的姿态 基本上属于 惊弓之鸟的姿态 你稍微往下 就刚才这种啊 就该拉不拉 一砸 就会有人跟着去卖 当然他们这种人 他也没几个钱 所以就 就市场很无聊 你知道 就每天这么能 骗一点 骗一点 就骗那么一丁点 很多话 你都感觉好笑 对吧 然后呢 但这种 惊弓之鸟姿态呢 你要意识到 现在如果市场 在这个位置往下扣 一根银 可以先扣下去 所有人都跑了 他扣下去干嘛 他还会有大跌吗 现在很多人 他不敢进场 稍微一波动 他就想着卖 这种时候 适合发生 适合往下去做盘吗 大家自己考虑 让你来操这个A股 你在这里 你往下操吗 你不操自己吗 你不坑自己吗 对吧 你把自己充满打下去 对吧 更便宜的价格 让别人买 对吧 你们大善人 对吧 你有这想法 真的你得努力努力 对吧 怎么混上去 让你来操这个A股 对吧 我们就都发财了 对吧 所以这个盘面很清晰的 大家自己比一比 现在会反复的出现 该买不买 该拉不拉 我估计大家看 熬过来的也习惯了 对吧 然后今天倒都还好了 这两天还重心 慢慢往上移 上个礼拜 上礼拜初更难熬 对吧 现在又拉回来了 还行 平均股价也在低位盘着 那会看平均股价的话 应该会比较冷静 对吧 反弹了五毛钱 往下砸了五毛钱 就这个空间里面去拉锯 你说现在空头有什么牛逼的话 那么怎么 那前面的多头难道更牛逼吗 对吧 现在往下盘了一个多礼拜 他前面往上也盘了一个多礼拜 对吧 所以你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你说判断出来 现在空方很猛烈 现在空头很强 现在要看空 那么简直可笑 对吧 所以他这个 看平均股价的话 就会更理性的意识到 现在在多空力量在拉锯 在拉锯 但现在的这个拉锯战是发生在什么 是发生在空头 轻里迢迢打到 打到现在的位置 然后多头在这个地方 以意代劳 你说最后谁会赢 我觉得战局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吧 对吧 这个拉锯战并不公平的 一个 一个 对吧 千里之外而来 对吧 一个呢 在一个是本地的 对吧 有牢靠的这个本地基础 对吧 群众基础 暂和撑伞 都在再结束 天 cheapest 拼得 出费 利杷 真的 故事 去 中文字幕——YK